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yRadio 大家可以經PayPal、PayMe、專數快 或者Patreon矯交月費 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 持續支持MyRadio的月費計劃 作為気象企號 所以我們推進去 继续青筋暴炎 身体力行 隔空发功 欲敏踩场 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中华民国的宪法法庭 这个可以说 在台湾民主化之后 是最恶劣的 一次反民主的 怎么说呢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逻辑 你大法官 宪法法庭的大法官 是由总统委任 你是没有民意基础的 你是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 一个司法院里面 这些所谓的大法官 你去否决了 通过释法 释宪 否决了 国会多数决 国会多数决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国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 台湾这种民主政治 就是人民投票 议会立法 是吧 你将它多数决 在议会多数通过的法案 特别跟立法会 立法院 这些委员 这些民意代表 那个职权行使有关的 喂 你堆垃了它 喂 这个不是反民主是什么 很简单的常识和逻辑 还有 还有 如果你 就是理性一点 或者你懂事的 你将这个 就是 国会 多数决 通过的这个 所谓 立法院的职权行使 法案 对吧 那几样东西 比起西方的民主国家 你们这么喜欢美国 比起美国两个国会 你是诸如来的 你都要搞它 最贱格就是什么呢 那时候人家要通过这条法例的时候投票 哇 立法院人大化 立法院香港化 你这帮民进党的支持者 包括香港这帮黄尸 你不是 混蛋 你是什么呀 大哥 对不对 那个议会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大哥 对不对 你民进党占多数的时候 你不去改革国会 对不对 最混蛋的大法官 他叫许中力 那个司法院院长 当年他是主张这个国会改革的 认为现在立法院 立法院的权力是不够的 又是你 今天 你推翻了这个 就是国会多数决 又是你 你真是的 你真是的 贤人到无论 你台湾的民主哪有希望 大家斗拳头大 你这个总统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支持 然后做总统 少数总统 你民进党在国会里面 拿不到过半数 你都要为所欲为 现在通过宪法法庭 是吧 去释法 这个就是人大释法了 你真是的 你说人家人大 你现在就把共产党的人大释法搬来台湾 现在是 什么 这些是贤人都无论 是吧 那说台湾 刚才 我也有预告的了 要说台湾 民主台湾搞人大释法 憲法法庭就奉命 毁法乱证 如果这条标题民进党的人看了 又说我中共同路人的了 这些混蛋最擅长的了 除了扣红帽子 他们是没什么擅长的 OK 我告诉你 我几十年了 就是 观察和分析台湾的政治 是几十年了 OK 看着整个台湾民主化的发展 到今时今日 就是这几年 我看到了 我根本是没办法忍受的 我告诉你 全部都不是人来的 是吧 贪装枉法 真是是吧 接着就弄权濫权 是吧 将这些所谓在野党 当成是主要敌人 是吧 喂 你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一定有执政党 一定有反对党的 大哥 是吧 你千方百计 是吧 通过国家机器 是吧 去整治这些反对党 你和新加坡有什么分别啊 现在那种做法就是 要令到你民进党是永远执政 是吧 在野党永远都抬不上头的 他就要这样打掛你 你看他对柯文哲 你就知道了 是吧 到现在都没有证据去告他收贵的 是吧 困了他两个月了 未告困了两个月了 是吧 没得担保啊 喂大哥啊 这些是说不通的 是吧 逃利 是犯法的 收贵 贪污也是犯法的 好了 你现在究竟要告他逃利 又要想办法告他收贵 那才可以判他坐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接着才可以撞送他的政治前程 是吧 要玩这些而已 没证没据的 到现在为止都好 这样都可以 是吧 在留言区里面有些朋友说 教主支持何锦丽还是特朗普 我没有说支持谁 大哥我说过的 是吧 我们可以说支持谁 在台湾这些政治人什么他可以说 但他都不敢说 他心里可以说 因为他觉得可能 何锦丽做民主党 那可能对台湾有利点 Donald Trump 你就会害怕了 是吧 现在我发现 我看他们那些绿营的电台 他们真是 戒神恐惧 是吧 不敢胡说话 但是他们就是希望何锦丽的 因为Donald Trump最近说的那些东西 你真是一牙汗的 我上次都分析过 之前就说 哦 你 中共打台湾 我炸了你北京 那五月份说的 这个人是很短的 是吧 炸北京里面战争 大哥 这些东西我怎么可以说的 是吧 接着前几天就改口了 我加征关税 200个百分比 150个百分比 200个百分比 你加征关税 搞死自己 搞死别人 是吧 是吧 你制裁不了他 大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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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来说 接着后面 这句都没害怕 后面那句 那些文讯党听到就害怕了 不过我都不会出兵的 接着就说 我跟 习近平很朋友的 那说这些 那你说是不是一下汗 之前 喂 更早之前就说 移动这个台积电 所以呢 现在你拿着台积电股票的那些人 大哥 你现在 你在这儿害怕才行 如果他做总统 台积电的股价就会跌 是吧 不是 我在这儿够说的 你不要真的 你放了你不要赖我 现在台积电过了千元 一千零六十元 怎样很害怕 我记得 这个去年过年前 我和我家里那些 就是我们 阿太的家里的人 喂 喂 那时候五百多元 我买台积电 买了在那儿 就在那儿 不要理他 OK 就可以了 现在全台湾就只有几只股票 如果你买股票 不买一只台积电 搞定 吊了你 五百多 那时候是 我老婆经常拿这件事来说 说我厉害 厉害我都没买 那现在千多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积电 又说 接着又说交保护费 那你说你民进党 你怎么会希望 Donald Trump 赢呢 是吧 所以现在他们在想着的 知道吗 所以他 他吸取了上一届的教训 他上一届也是 龟边的 你明白吗 是吧 是不适宜的 你明白吗 基本上就是 那我的意思就是他们会关心 那或者会说支持哪个 是吧 他有利益关系 是吧 我们怎么会说支持哪个 是吧 那我只要分析给你听 是吧 那我已经压了下去 如果有得倒的 那我已经压了下去 Donald Trump 已经 你明白吗 是不是 这个是对于支持 这个是 所以 但是美国其实 我也是那句 是吧 Running system 那你想想 Trump 做了四年总统 那他可以做到什么坏事 喂 他那四年 美国的老百姓 是活得好过拜登那四年的 大佬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你现在通货膨胀多厉害 是吧 经过这么多次加息之后 你看看美国的经济 是吧 Donald Trump 做了那四年 是比拜登做了那四年的 美国的经济 是吧 所以现在你看到有些州 开始转态 是有道理的 他真的要改变 要改变 就不会让你民主党继续做 是吧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选民是 他有say的 是吧 好了 那说回台湾 是吧 那台湾就在这个 就是 之前我们也有说过了 那这个宪法法庭的大法官就要解释宪法 是吧 那因为 总统 行政院 是吧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加上监察院 所有这些国家忌器 所有这些国家忌器 由总统 立法院党党的立法院党团提 是吧 藐视国会 是是是是 刑事罪行 还有总统要来这个国会发表施政报告 全世界都有的 这些 喂 如果那个国会 这个多数党是民进党那怎么办 不做 蔡英文那八年都不做 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 他们又要提这个 国会改革方案 这都不要紧要 是吧 好了 人家现在 由这个国民党 民进 民众党 提这个国会改革方案 这些相关的条文 依照整个立法的程序 在立法会头 就是到三毒通过 是吧 那你不够人家 数人头 你不够人家 那你就输了 很简单而已嘛 那你可以提出收法的嘛 是吧 在实行一段过程之后 可以收法的嘛 你不是 屌你那样大蛇 扎死蟹 是吧 找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组成这个宪法法庭 去解释宪法 你跟人大释法有什么分别啊 人大释法 还有一些人可以理解为 喂 这个是基本法第158条说了的 OK 法律的解释权是属于人大常委会的 就不是你终审法院 是吧 所以你终审法院 有关的 这些所谓 就是案件 去到 要做最后 不可推翻的最后的裁决的时候 是吧 那譬如你 区域法院 那可以上诉到 高等法院上诉庭 是吧 高等法院跟着上诉庭 是吧 跟着可以去到中审法院 是吧 那他都有一个上诉的机制 不同层级的法院都可以上诉 譬如我在裁判处被判错监 去到高等法院 是吧 我上诉 高等法院我赢了 那我不用坐牢 冒罪释放 是吧 去到这个中审法院 是最后的 好了 当这些案件是涉及 国防外交 和中央和特区的关系 那你就要由中审法院 呈请人大释宪 解释宪法 解释这个基本法 释法了 那那个法是基本法 就是小宪法 为什么第一次实现在1999年 那个就已经不是按照158条做的 就是董建华 那个所谓居港权的问题 中审法院做了最后一个裁决 喂 董建华和这个政府认为 这样会令到 就是香港的人口压力很大 很多理由 那就搞不定 就不遵守中审法院的裁决 就澄清人大常委会释宪 喂 这个是有问题的 接着下来又有几次释宪 释法又是有问题的 关 想起很多了 是不是 107条公职人员 宣誓那个 释法了 是不是 释法已经变成日常了 那就是说 香港的司法独立就没有了 OK 是不是 那这个是香港 是不是 那但是毕竟香港 喂 那些法律 就算那个立法机关立的那些法律 一半直选 一半功能组别 政府可以控制的 投票的结果就 喂 很清楚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才要争取全面直选 是不是 包括行政长官 以为一日一倍选举参生 是不是 你是一个民主国家 大佬 香港 喂 我们是争取民主 议会部分的议席 是直选 行政长官是扔你小圈主选举 是不是 我们是争取 是不是 现在没有了 国安法里面 搞定了 那些最温和民主派全部坐牢 是不是 喂 你台湾做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人大释放了 现在 最离谱就是 喂 别人在搞这条法律的时候 在立法院二读的时候 你要找些人在门口包围立法会 那些叫清了 是吧 接着就说 哦 将这个香港立法会 搬来台湾 又说这个 立法院人大化 喂 那些全部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大哥 你有本事 你过半数就行了 你民进党 你自己过不了半数嘛 输打赢 要双重标准 你 全世界最凶恶劣的民主国家 民主政治 第二次就在台湾 还有 这个国家人没能够的 我现在告诉大家 国民党 民众党 民众党现在就是因为 阿文哲的问题 是吧 赌写楼械 国民党你有五十多席 混蛋 现在人家这样搞你 喂 你还不发动那些人上街 你还不在立法会抗争 是吧 这个是很没用的反对党 船头惊鬼 船尾惊责 你没有一个有力的 所谓监督力量 反对力量 那么台湾民主 哪有前途 那是没有前途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钱都无论 我们休息一休息 我还有十分钟左右要讲的 是吧 我因为我就有机会我详细分析 或者我做了一集说文解释 还有他这个可能有进展 我再说 休息一休息 我要讲这个民进党的台独理论之父 他在Facebook上出了六篇 是批判这个宪法法庭 批判民进党 这次这种所谓的实现的所谓 他有一些金句 我一会有十分钟我讲这些 休息一会再回来再讲 一会儿 相声 我看见 你会出现的